但除此之外 还有你觉得 在喜悟过的男人 是特别困难的地方 还要有过人的胆识 当部落主人有人要过世之后 他会跟你说 跑到你的梦境里面 那你大概知道 隔天他就要回家 真的隔天会回家 你会不会怕 你一定怕 台东漫播 漫播台东 大家好是Rita 我是我是安安 我们这一集 邀请来一个 很神秘的人物 配合今天的那个 是不是这个氛围 比较昏暗一点 我觉得非常开心 就是在 其实我们今天是录的最后一集 可以邀请到一个 我觉得他对台东的文化来说 也是一个很重要 很需要被聆听 然后被更多人知道 跟分享的故事 最近刚好有一本书 在前面叫做 《朱琳的女儿》 这本书的共同作者 有一位是我的好朋友 金银芳 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 包惠玲老师 掌声欢迎 欢迎 欢迎老师 谢谢谢谢 全部加白 因为老师这一次 我们在这个抬头上 有一个大家可能一看到 会有点好奇 就是排湾族土板部落的首席女巫 那包含在 《朱琳的女儿》这本书里面 他其实也在讲 包惠玲老师 其实这一路以来 有点像是这个 席屋 慢慢的长路 刚刚我觉得前面 ZWIN讲得很好 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一生 大家可能都 有点在找寻 就是我们自己人生的 使命是什么 然后想要成为 那个天选之人 那某一个程度而言 包惠玲老师 她是这个被主灵被上天去拣选成 是女巫 为什么是我 我刚才是因为Sabrina附身 哈哈哈哈 你看那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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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其实真正的 像包惠玲老师这样 大家会觉得说 哇 这个首席女巫 感觉好像是 非常了不起 非常厉害 可是不知道说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有多少 很难为人所到的 坚心 我跟你说这本书 我看了一遍之后 我不知道哭了几次 是 心惊胆战几次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看这本书 好像据说 在2009年开始 就有很多人想要去 呃 包含邀约 包惠玲老师去做很多的 呃 电影的邀房啊 或者是 出版社啊 漫画啊 都想要 Oh my god 因为毕竟这个 女巫的文化 其实在台湾 还是相对神秘的 嗯 确实 那但是好像据说 都被包惠玲老师玩去了 为什么 怎么会 对为什么金方突然 打动你了 这样子 因为刚开始洗屋的时候确实很多人来找我要出这样的一本书 也有答应 那因为呃 当初其实回想起来 这一路走来 其实这一段路并不好走 一次一次的把你这一些不愉快的或是呃 很让你害怕的 再翻出来 我想这个是很很大很大的煎熬 后来只是因为是同母妈妈那时候妈妈一直鼓励我是说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口述传承已经不是唯一的传承路径 那一定要想办法把很多的东西书写出来 然后她说她相信我OK 她一直是这样子鼓励我 然后记录起来 所以当初家方出版社这个像书女出版社找金方来书写之后 因为她跟我讲打动了我的心 她跟我讲说 其实台湾有很棒的物文化 我们可以不仅仅是从萨满文化或是西方才知道说 也有这样的文化 其实台湾还有活生生的 还有一个正在还在继续写故事 而且故事都一直不断的改变 不断的感人 很臭巧就是妈妈过时一个月之后 刚好就是可能是原本 有时候回想起来可能就是明明注定 妈妈要我们写这一本书 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感觉到妈妈 头目妈妈也是在对于乌的文化 能不能够传承下去 其实她是非常深切的盼望跟在意这件事情 是啊 她是最担心 因为她是说她不想这样子建筑林 我没有把文化在我头目的任内 然后把它传承下来 然后后来妈妈病重的时候也是跟我讲说 尤其是她最后一次主持五年纪 也是我第一次执行五年纪 那时候成为首席女巫之后 妈妈也看到我整个全程走完之后 她跟我讲说你可以了 她放心了 这句你可以了真的是 她们的分量很重 因为大家应该对于女巫或者是对于巫师的文化 其实都还有一点点 我觉得像我们自己心中 有点想象 存在的都是有点浪漫的想象 可能就是有扫帚啊 然后可以飞来飞去啊 那是魔女宅即便吧 那到底在如果以现在来说 就是在扑板部落在排完族里面 就是女巫的工作实际上到底在做一些什么 主要是巫师碰到的就是族人的生命仪礼 比如说包含出生礼啊 婴儿命名礼 还有家屋命名祈福啦 还有一些的床头三礼 还有我们的新车购置的时候还要祈福啊 很多很多包含召魂仪式啦 安魂仪式这些属于个人的生命仪礼 她可能就要去直思 那再来就是部落的比较大的就是碎石记忆 比如说小米记忆啊 五年记 五一记 这些都是都是女巫的工作 在部落里面的职责 其实女巫很忙 包山包海 包惠林 包惠林什么都包 包山都包 原来是因为这样子 我在几年前我就曾经看过那个图板的商工所 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文宣 就是女巫培训班 我也是 我也是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想说 我眼睛是不是 我是眼花了 是哈利莫特的一种吗 对啊 好像是什么魔法学校的感觉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太酷了吧 可是我看到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那个报名的时间 你要报名是不是 我真的觉得 你说会不会报名我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光这几个字 就会让人家有无限的想像力 真的 对 然后包惠林老师也是 是女巫培训班的第一届的第一班 去参加的 没错没错 对 那这个东西实在是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 跟我们想像的一样是去学什么 遍遍去去走 然后什么东西就可以移动 在女巫培训班这样子的课程里面 那个时候接触到了 是 其实这女巫培训班 其实大胆突破了以前 台湾族洗屋的传统机制 就是万百万一对一 是 那这一次就是因为刚好面临了 女巫传承的一个窮击 就是已经后继无人 只剩师傅一个女巫 那资讯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那这个报名就是我妈妈主动自己报名 真的 直接帮你报名 那我报名跟我的表姐 两个一起去报名 然后就跟我们讲说 开课了要回家上课 那其实我们就觉得是说 妈妈叫我们上课 我们就回去上课 后来才就这样子打开了洗屋之园 好有趣喔 我可以以一个那个很 麻瓜的那个角色来询问说 那刚开始在女巫培训班里面学到的是 因为其实你看完就发现说 女巫培训班还是幼稚园 那个啵啵啵啵而已 没错没错 那我们是从啵啵啵啵开始 女巫培训班会学习到什么东西 其实当初短短的大概半年的时间 来教你洗屋之路 其实你所学的真的有限 那当然以我现在直四季 回顾当初的课程 可能只是我 我这样子回顾起来好像就是 我们在求学历程 像国小的一年级的阶段 基础的入学经文 所以他这个里面有九段经文 但是每一段的九段经文 包含的各式神灵 跟每个神灵位阶 还有意涵意识 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仅会背诵这一些九段经文 其实你要面临到 刚才我们提到的 你在部落执事的生命遗礼 还有碎石济意识 完全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承担 我觉得那个学习前面 应该比较像是理论 但是你跟食物是完全没有 没有错 到底在整个洗屋的过程 因为像在书中里面有讲到说 虽然念那个经文 可是包含其实很多的经文 它背后的意思 对好像不能死背诶 很难去理解跟解释 因为包含应该是算 主语很好的 没错没错 可是跟经文 就是完成两件事情 当然是完全有两件事 完全不同 因为其实我从小 跟着外婆 同步外婆都一起生活 所以我从小就开始说 主语长大的 在主语的环境 国小放学回家说 我的外婆不准我们说国语 一定是全主语 所以我自认我的主语 是非常非常的流利 但是当我洗屋之后 我发觉九段经文 大概有八成都是我没说过 所以我常常在讲说 其实排湾族的语言 也有文言文 所以我非常念的 我背诵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有的时候 因为像师傅 就不会说国语 所以你要问他 这一个经文 这些官式单字 你可能后面 他也说没有办法直接解释 这是什么意思 是 所以变成你要从很多很多次的跟着师傅 去实践 去执行这个意识 或是你要去理解一个很大很长串的一个故事 你才可以意会这一个单字 然后 也太难了吧 好难喔 真的很难 我们还是不要去洗衣服好了 真的很难 我可以想像那种 就是 这种很神秘的语言跟文字 然后当你突然 有一个开窍了 你去理解了他的那个意涵 打通认读二脉 对 然后甚至是你可以用这个东西 他变成是那个语言 好像就是一种咒语了 他有他的 力量 力量在里面 对 然后你又可以派上用场的时候 他其实真的是一个 我想像起来应该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当我去理解这一些用语的时候 只是我把分为成一般的日常用语 跟仪式使用的语言 即使他们的意思意涵 都一样跟你的日常用语 只是当你在用在仪式里面 你需要用到这些古语 那其实这一个古老的语言 以前以前其实都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用到 只不过是当我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 这个很自然而然的就是我们一定会用 简单 浅显易懂的语言而设计 这些尖色难懂的古语 其实我不太会把它认定为是咒语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就像是文言文 对对对 我们也不可能现在用文言文在对话 对 那巴老师除了语言 主要因为我们光看语言就觉得 那个门槛已经非常高了 你看连这么流利的族语 碰到这个文言文般的这个古语 又是完全两个世纪 但除此之外 还有你觉得 在喜悟过程当中也是特别困难的地方 还有过程的胆识啊 比如说有的时候你碰到 当部落族人有人要过世之后 他会跟你说 跑到你的梦境里面 那你大概知道隔天就要回家 真的隔天会回家 你会不会怕 你一定怕 对 而且你会想说 为什么你要来告诉我 没错没错 为什么我是第一个知道 对 其实这个前面会很挣扎 有的时候 不会让你梦到 但是你大概你的 整个直觉 就已经很明显的告诉你 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甚至有人 上山打猎 然后碰到山难 族人都看不到 都找不到 找了一个礼拜 都找不到 然后突然托梦给你 他告诉你 他让你看到他的样子 你这样一个人 七天都待在山上是什么样子 其实那个场景一定会让你整个人都怕 然后他跟你讲 然后说他在哪个地方 结果隔天跟他讲去指引 部落的青年去那边找就找到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过人的 胆识的话 其实这个是巫师 要面临到很大很大的课题 因为你刚刚这样光听 就真的很不容易 像刚刚的胆识 然后包含 在习如刚刚讲说那个梦境 那个其实是你几乎24小时 你都 都在处于那个状态 对 你不是说我要当一个学生 我花5个小时念一颗国文 你就是你整个身性 你是要完全浸泡在 那个整个屋的文化跟那个氛围 跟世界里面 那个身心的巨变 其实我觉得它是 我们听得很简单 但是实际在里面一定很不容易 包老师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是我 我不想要 它已经是我的生活日常 那为什么是 我是当初是 刚一个门槛跨不过去 然后自己的身心里 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改变 你就会容易暴怒 是 然后容易质疑你自己的人生 会觉得 反映你的情绪 对 反映我的情绪 那当然这个情绪能接受的就 我的妈妈跟我的先生 是 妈妈那个时候还很hack call 在那个 就是包老师在 有点那种 开始在感慨就是 那个承受的重量的时候 妈妈其实 那个时候态度好像说 你不要再输了 就是零拒绝 这个就是你的天命 这个就是 你被检水要去做的事情 对啊 就像我第一次 招魂成功的时候 那个事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很辛苦 但是事后我真的是很纳闷 然后情绪也很沮丧 然后一直怀疑自己 为什么是我 包老师说的那个招魂 是被附身 被附身 大概那个招魂是 往生者的家属 就是要你去做 通常过世一个月 就会邀请女巫 来去做招会仪式 然后这个也是大概 一个半小时入审的 进来的生理 大概10到12个 所以那时候 我就在跟妈妈讲说 就是整个人很沮丧 然后我怎么会 变成这个样的一个人 是 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妈妈就等我 这样子情绪发泄 然后把该讲的都该讲 然后后来妈妈 就跟我讲说 你竟然已经会附身 表示生理 对你有所信任 然后你们彼此之间 有内心的一些承诺 那这个部分 你永远就会找你 然后这是 零拒绝 天哪 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 也是很多的 承担在那个肩膀上 很重欸 背完这些 然后你可以解读梦境之后 你要怎么知道你乘污呢 其实乘污是 还是要通过仪式 还是要再做一场乘污的仪式 你才有办法 而且那个就是乘污这件事情 那个仪式好像有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就是它会降下乌珠 然后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一直 因为它书里面并没有 很仔细的描述 那你以为的那个降下乌珠是什么 然后我记得那个包老师的就是 它很快就降下来了 那个乌珠 在这本书里面描述 但是它就说至少会有一颗 但是我一直在想说 那种乌珠是 那种乌珠是 我有两个 我想说是什么 排湾族的那种 你说我们桃珠 桃珠 然后就从天这样 那从你面前这样下 这是一个 我换上去 然后第二个版本 所以我想说会不会 它其实比较 nature一点 它可能是大自然 你们树上突然掉下某一个果实 那你的想像是什么 我的想像就是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 仪式结束完之后 你有可能就是 突然觉得身体好像 口袋有什么 摸一摸 或者是 这边突然有什么 从腋下掉下 然后突然就有珠珠了 就它可能就是出现在身体 或者是身上的某个地方这样 包老师帮我们解答一下 那个乌珠到底怎么 怎么降下来 老师你是有感觉的吗 就是那个珠子出现的时候 你是有感应到那个珠子出现吗 我完全没有感应 因为那是师傅要帮我祈求乌珠 就是祈求生理是不是认可我做乌师 是 那降下乌珠就表示他的认可 而且是乌师的身份的印记 当时我是在生理乌师的时候 这期间有一场就是我的身上披着一个白色的柱马 柱马的布 那前面还有很冗长的仪式 那后来师傅就咬着这个柱马 然后跟着生理 就是一直看着上达天天的意思 就唱着他的专属记歌 那这专属记歌 结果整个白色的柱马布 突然就降下一个 很明显那个珠子就在布上面 很明显因为白色的布 他就降下一个乌珠 黑色的 黑色 是每一个乌珠都是黑色吗 黑色 然后是桃的 大小一样吗 它是有什么 没有没有 它是 什么材质或者是状态的柱 它跟罐子差不多 它是要拿起来用在章谱的仪式里面 老师那这个乌珠它是 它很会增加吗 它很会增加 对对对对对 如果说你成乌之后 你当了乌师之后 你不断的在 精进 对对不断的自我精进 然后帮助部落族人的话 是是 这个神灵的认可 一定会表现在乌珠里面 它会增加 然后如果说你成乌之后 结果你都没有在做 很努力的再去执行这一次的话 它会停摆就是这么一刻 有的时候还会跑掉 不过话说回来 其实我们五年纪也刚结束 对今年的土版的五年纪 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注目 因为其实一直不断的把五年纪 到现在从哪里没有断掉 把这个仪式去传承下来 就不容易 它其实是需要很多很多前人后辈的 共同的重力 但是你看这本书 其实是有一些很精彩的爱情故事 包老师在2018年的时候 是第一次独挑大梁在土版部落 去举行五年纪的仪式 然后今年算是这样第二次 第二次去做这件事 有感觉不太一样 当然不一样 这一次是完完全全自己要去整理去 很清楚整个脉络整个流程 因为你要带领整个祭司群体 是 那祭司群体一动员 后面部落族人跟勇士们才可以去配合 这一次头目大哥也是第一次主持五年纪 所以 两个都是第一次 我是第二次 对我第二次 是 所以当然头目他有他的压力 他第一次 我是第二次是还好 是第二次 是 所以我就可能在一年前 我就一直开始不断的复习 然后很清楚很清楚每一天要做什么 包含引领 招请 抢赐福球 再送领 这个意思要很清楚 然后每一个经文的食用要很精准 因为不好意思 神祖林都要回来 妈妈他们都要回来 一定要把自己想妈妈的进步 我就看到很不一样的就是 不仅整个部落起来是动员了 然后看得到他的拟据力 跟团结跟相心 有 那我看到我们的整个巫群 祭司群体 每一个人都有进步 好会唱鸡歌 好会做祈福 好棒 好感动 对 这是我今年 非常的感动 而且是整个动员起来 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五年纪的五 我的数字非常的微妙 也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常跟部落的族人 还有喜欢我们排文族文化的朋友们 都讲 我还可以五次五年纪 那你一定每年都要来陪 每一次每一次都要来陪我 五次二十五年 大家能够有几次五年纪 真的不容易 所以今年刚好 刚结束了 是 可是下一个五年 五年 对 希望大家都 大家都不要缺席 不要缺席 我们不见不散 今天谢谢包老师 谢谢 也是我们半播的告别集 我觉得这一次 有被疗愈 一整年被疗愈 辛苦大家 就好像那个金方跟这个包老师 当初真的是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 分享出来 其实也 我觉得也都应该带给很多阅读这本书的人 各自看到了不同东西 然后不同东西的疗愈 对 有些投射到自己啊 但是就是这些故事 他也都回应到每一个人的人生里面 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似曾相似的篇章 那所以在看见这些过往的故事 在看见这些主持人 其实好像也又看到了在自己身上 或是自己的周遭的身上的一些影子 快去买 快去看 快去买 快去看我们竹林的女儿这本书 推荐给大家 然后也诚挚地邀请大家 在下一个五年 我们一定要到图盘部落 亲眼来见证这一场隆重 然后很多人的努力跟传承 才能够保存下来的五年季 是 那我们就到这里咯 台东慢播 台东慢播 台东 我们 没有拜拜 真的拜拜咯 烟给我 酒给我 给我一杯酒再给我一根烟 生命的某一个场景 下次再见 再见 拜拜 像我的师傅 他小时候他的乌珠是在 那个槟榔河 是是是 他就出现 然后他不太愿意做巫师 他就把那个乌珠丢掉 但是还是会回来 表示说你是天选之人 你一定要雪窝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